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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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totle 老爷 天已经快黑了 前面有一个村子 咱们在这里借树一夜 明天再赶路吧 嗯 好吧 请问家里有人吗 谁呀 我是过路的 天色已晚 可否在您家借宿一宿 进来吧 现在兵荒马乱的 老百姓一擦盒就都关门庇护了 这是我老伴和儿媳 您的儿子在家吗 我们家有三个儿子 自从安禄山叛乱之后 三个儿子先后被争取打仗了 前天二儿子来信说 夜城那边吃了败仗 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已经战死了 只可怜剩下大儿媳妇他们孤儿 华母的 真是可怜的 你们也别太伤心了 过些日子仗打完了 二儿子就会回来和你们团聚了 哎 哪儿判得到 这一天 朝廷又在征兵呢 冠城走了一天的路 一定还没有吃饭吧 我去给您熬点粥 您凑合吃点 吃完饭以后早一便休息 临早还要赶路呢 是吧 那就有劳您了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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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开门 看来官府又来抓壮丁了 快走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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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赶紧逃吧 我来对风 开门 我们才关门了 开门 开门打开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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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走吧 快快 快开门 来了 来了 怎么这么半天不把门打开 我岁数大了 行动缓慢 过来给您开门晚了 少说废话 把你们家的男人叫出来 家里哪还有男人 我的三个儿子都去守夜城了 今天中午 刚收到二儿子的来信 大儿子和小儿子刚刚阵亡了 难道你家再没有别的人了吗 快点交出来 我真的再也没有别人了 不是说 你不是说没有人了吗 怎么会有小孩子的哭声呢 让我去看看 府里头是我的儿媳妇和小孙子 家里头穷 儿媳妇穿得破破烂烂的 不好见人的 我去看看何事 可以叫他到军营里去做饭 大人 他的男人刚刚战死 孩子还小离不开娘的 您开开恩 要是您不嫌我年老体衰 我去军营做饭 如果来得及 说不定 还能赶上给您做早饭 那也行 就是你了 我们也好回去交差 走吧 走 住手 你不是说家里没有男人了吗 他是谁啊 他是公路投诉的客人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华州司公参军 到洛阳探望亲舅返回华州 华州司公参军 原来是杜大人哪 我们正在执行公务 他这样一个老妇 怎么能随军作战呢 你看能不能这个 杜大人我可是奉上面的命令 争到谁就是谁 任何人都不能阻拦 要不就让他的儿媳 跟我们走 怎么样啊 好 我去收拾一下 马上跟你们走 我就要走了 等念公公回来以后 告诉他一声 妈 您年纪那么大 怎么能去那种地方了 还是我去吧 别争了 哎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快快出来 出来 出来 一会儿他们等急了 把咱们都带走了 妈 快走 木头十毫村 有利夜捉人 老翁于强走 老妇出门看 利呼一何怒 妇提一何苦 听妇前至词 三难夜成数 一难复书至 二难心占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常遗 一遍 世中更无人 唯有辱下孙 有孙母未去 初入无完全 老玉历虽衰 请从历夜归 即应何阳亦 由得未尘炊 夜酒与生觉 如闻气幽夜 天明灯前途 独于老翁别 三难眼 尝尽